我先洗個澡啊 我先洗個澡啊 今天晚上怎麼突然有應酬 跟誰啊 就是請樂園的人吃飯 好多人 還喝了好多酒 我就記著你說晚上不能吃飯 連飯都沒敢吃光喝酒了 我說你怎麼著急洗澡呢 酒味都沒了 好 是啊 我覺得寫作是這世界上 心靈最好的避難所 能寫字是種運氣 你的文字就是你鑄起來銅牆鐵壁 在這裡面可以展露最真實的字跡 每天給自己加上幾千字的碼布 人也就穩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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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通干密集了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通干密集了 你这样我们俩都很担心你 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 别憋着 你自己在这儿水深火热的 要死要活的 人家呢 人家那边风轻云淡毫无波澜 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 曼妮 人家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了 不是夫妻也胜过夫妻 所以你在赵俊颖眼里 你就是多出来的第三个人 我不是第三个人 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残忍 但这就是现实 人家两个人在一起七年了 七年的感情 七年的陪伴 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七年 你不是他们这段关系中 第一个出现的人 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特别委屈 可你想想赵俊颖 他做错什么了 他不委屈吗 至少你身边现在还有我们两个 我们可以替你诉苦 我不想替你 你们走 曼妮 你别误会 曼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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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现在有多伤心多难过 但你要明白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 这个坎 你一定要迈过去 进去 原来 他其实有很多人 他不是ıl在帮助她 他会是 就要是 在那种 天啊 他会是 他会是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他呀 也没有了资格 这个时候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 爱不能我单 但是有一点我绝对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已经说服赵静语 你们两个一蓝一北 互不干涉 我第一次听说 你不要这个语气好吗 他都能接受 你有什么不愿意啊 我不愿意 我觉得脏 跟着我不好吗 你看看你穿得用的 进出的场所 实际一点 实际一点 是你做一辈子销售都实现不了的 我不是让你做小三 但我是个不婚主义者 那就是开放伴侣的态度 你 大可以试着接受啊 你说得对 我穿的 都是你给的 我现在就要做小三 我可以做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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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你没有否认的东西啊 小姐 我的衣服可以借给你 请跟我来 曼妮这大晚上把我们叫到她店里来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呀 欢迎光临米歇尔 我是你们的金牌销售妮妮 现在是VVVIP的特约服务时间 你这是闹哪出啊 你今天有点怪啊 顾小姐 您之前说一直想买一条裙子 我没记错吧 刚刚我给您挑了一件最适合你的 还可以用我的员工折扣 我现在给您去拿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要辞职了 为什么呀 你难道是因为梁正贤那个事啊 本来我以为我还挺洒脱的 但是这一次我好像是有点做不到 那也不一定非得辞职啊 其实失恋的时候 工作就是治愈的良药 我以前 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身制服就是我的铠甲 这个店铺就是我的战场 每次来工作都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踏实 我以前还自认为我是个内心挺强大的人 但是这次不同啊 梁正贤的事情之后 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 我又没有办法假装看不到 甚至在卖货的时候 我还会跟我的顾客起争执呢 曼妮 销售之间本来就是爱传八卦的 但是八卦天天有 回头大家就忘了 你真的不用在意他们 这事肯定会翻篇的啊 我相信你 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换个工作也没什么呀 对 你要是实在干得不开心 那辞职就辞职 反正不管你做什么 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所以呢 今天晚上 就让我为我的好闺蜜们 最后再服务一次 好 行 两位最最最最尊贵的客人 现在是VVVIP特约服务时间 我呢 是你们的金牌销售 妮妮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们服务的 那就把你们店最难买的 那条裙子拿出来吧 我们要试一试 好的 没有问题